为什么不肯放下 你没有看破 看破要靠金教 金教真正参透了 真正明白了 自然放下 不要人劝你 为什么呢 不愿意再背这个包袱 背得很累 放下就得大自在了 一切随缘不叛缘 世间没有一样不好 横身众身随喜功德 随喜里头 不起先不动念 不分别不职责 那就叫功德 如果不懂得放下 就造业了 业就有善悟 那就是六道 之业因 六道轮回 从哪里来的 业力变现的 其心动念 以言语口业 身体造作叫深业 身口以三业之所感 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 自己造的 自作自受 可不能怪别人 自信里头 没有六道轮回 自信里面 有一阵法阶 有十报 没六道轮回 没六道轮回 所以六道轮回是假的 六道轮回是一场梦啊 不要把梦当真啊 那就错了 梦里头什么都没有 这就是我们什么都的方向 就对了